好 讲完了总的思路之后 我们就应该挨着挨着一个一个的去展开了 展开我们首先关注收入 接下来再关注扣除 最终就得到所得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收入 收入的话我们肯定先有会计收入 那会计收入经过调整之后 就得到税法的一个收入 因此在这里 我把它涉及到一个最核心的一个 收入的一个调整的这些相关的纳税申报表 摘了出来 它其实就是在纳税申报项目调整的这明细表之中 那就在A10500之中 涉及到收入类调整的项目给它摘出来 那对应的就适同销售的收入 那比如说什么叫适同销售的收入 那可能现在会计上面没有去做收入 但我们税法之中认为该去做收入的 最常见的就是捐赠的一种行为 在会计之中 它是直接按照成本把它进行冲销就行了 那对应的在税法之中 毕竟你所有权转移了 那对应的控制权转移了 就要去做适同销售的收入 在这里尤其要注意 你一旦去做适同销售 那对应的你一定要去对的下一类调整 那扣出来的调整中 那就有对应的适同销售的成本 你既然适同销售收入在税法中就做了 那税法之中适同销售的成本也得去做 对不对 那我也按照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的收入 第三个投资收益 对吧 就好像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所引起的投资收益 税法之中是不认的 那税法之中就要把它进行一个调解 如果说是负商欲 就按照权益法核算 长期股权投资 对初始投资成本调整的确认收益 对吧 之前在大框架之中讲的耿直不认 不认为你买一个包买赚了 对吧 这一页外收入它其实是 税法之中是不存在的 而这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初始投资的一种调整 那我们对呢 会计之中对初始的时候那个费用 是做的是个投资收益 但是我们税法之中追求的是 你就是买一个东西多花了两万块钱嘛 这两万块钱是你的一个初始投资的一个成本啊 因此就要对它进行了调整 对吧 就不再去做投资收益 你投资什么呀 你买东西怎么会产生投资收益呢 对吧 就是税快差 而这对供应价值变动的净损益更是 对吧 如果说一个交易性金融资 它的供应价值进行了一个变动 那对呢 它是确认了一个供应价值变动的一个损益 但说法说钱呢 收到了没有 结果是快速没有 对吧 这是一个福音福亏 那对呢 又要进行一个调整 对吧 第七个不征税的一个收入 相关于我们这些收入啊 如果说是跟国家是息息相关的 像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收入 那对呢 就是这种不征税的一种收入 后面进行讲解 针对的销售折扣 折让和退回相关的这些处理 比如说我对你的相机折让啊 相机退回啊 就去充我们对你的收入 对吧 以及第九个其他 你看就这件事 对吧 你看一项一项的 其实我们早就有学习过的 好 第一个 起研所的这种收入的概念 收入总额是指 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的 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 是种广义上的收入 对吧 它就是种经济利益就可以了 第一个 常见的货币形式的收入 包括现金啊 存款啊 营收账款啊 营收票据啊 准备持有制 盗期的债券投资 以及债务的豁免等等 像这种的话 就跟货币是息息相关的 对吧 像这种的话 一般来说 它的金额 相对来说 是比较确定的 那比如说有个现金 上面印着毛爷爷的头像 它就价值100元 那对呢 这是不是对呢 它就对呢 这货币的 这种性质就非常非常明晰 金额是比较确定的 债券也一样啊 债券也是 盗期之后 能够还本付息 那对呢 是不是此时 它的金额也是确定的 债务豁免 一个债务豁免掉了 是不是对呢 此时 它整个那个豁免了 1000万的一个债务 它的金额也是比较确定的 但是 常见的 非货币性形式的收入 针对此时 我这个固定资产 卖多少啊 生物资产卖多少啊 无形资产卖多少啊 股权投资存货 不准备持有制盗期的债权投资 老物以及有关群 像这些的话 相对来说 它的一个金额啊 不是特别的确定 对吧 因此在这个时候 那对应的 我们就叫做 非货币形式的收入 对吧 比如说 我现在准备卖一个固定资产 但到时候 三个月之后 我外卖出去 到底能够卖多少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 对吧 可能在一个范围之内 进行个波动 对吧 取得非货品资产 因按照其 供应价值 去确定收入 好 特别提示 供应价值是指 按照市场价格 确定的一种价格 为什么现在对应的 企业所得税 特别注重 这个供应价值 因为 所得 所得 是所有权转移 你得到的一个经济利益 那就简称 所得 那特别是注重 所有权转移 所有权转移 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字叫卖 那卖卖卖不就是特别注重供应吗 因此所得税特别开中这个供应价值 好 供应价值就是按照市场价格 去确定了 就是卖 买卖时候的价值 第二个 收入确认的一个审核 第一 销售货物的收入 企业销售商品 产品 原材料 包装物 低值一好评 以及其他存货 取得的收入 第二 企业所得税 收入确认的条件 商品销售合同 已经签订 企业已将商品所有权 相关的主要风险和报酬 转移给了购货方 相当于 值了风险和报酬 就已经给了购货方了 那对呢 这个货给了他之后 到底现在他卖亏了卖赚了 他现在如何去处置 跟我没关系了 那相当于这个东西就卖了 在会计中就叫控制权 已经转移了 企业 对于收入的商品既没有保留 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继续保管理权 也没有实施有效的控制 收入的金额 能够可靠的计量 以发生或将发生的 销售方的成本 能够可靠的核算 说白了在此时 是不是相当于 A 一旦把东西卖给了B 那对呢 风险和报酬都是B的了 跟A就没关系了 所以说他也没有保留 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 继续的管理权 也没有去实施有效的控制 谁可以去实施有效的控制 B就可以了 对吧 你卖给别人了 那在此时 是不是这里 我们就特别特别强调一种 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一种转移 那其实我多说一点点 和你们财卫会计对比 他说 企业所得税 他并不注重 你现在这个金额 是否很有可能去收回 企业所得税不注重 因为它很简单 我把东西卖出去了 那我这个所得税 所有权就转移了 收不收回 那是第二件事情 跟我没关系 跟税法没关系了 我就这么耿直 对吧 因此他少了这条 对吧 我不说 我估计有一同学会忘了他 提一下就行了 这就是一种耿直播 卖出去了 收不收的会是后面的事了 对吧 好 第三个 企业所得税 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点的准备 这块尤其要注意 经常爱考核 就说什么时候 那对应的是纳税义务发生的时点 你就可以去确认收入了 那对应的 我们特别强调所有权 或者控制权的转移 对吧 这个增值税就不太一样 增值税是特别强的一种增值额去确定 对吧 他强调一种金额确定 对吧 但是如果说是锁的税 特别强调的是 所有权或者控制权发生的转移 比如说第一个 预收款方式 那就在发出商品时 发出商品时 那就对应的就是你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就转移了 销售商品需要安装和检验 在购买方接受商品 以及安装和检验完毕时确认收入 那比如说 举个例 夏老师买了一台空调 如果说现在 我从苏宁买 他仅仅只是给我搬到了我家里面 那此时 对那风险要报酬转移了吗 没有 你装都不够装 退货 那在此时就不能够去确认收入 什么时候啊 那苏宁派了师傅搬上来之后 给我进行了安装的时候 那已经定在你们家的墙上的时候 那对呢 在此时去不下来了 安装完毕了 那此时对呢 就可以去确认收入了 风险和报酬就转移了 如果说你买的是一个小米的一个电视 小米电视你打开之后 你把电影叉就搞定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减化一点点 对吧 那就意味着就在发出商品时 确认收入就可以了 对吧 就可以减化一点点 OK 支付手续费方式委托代销的 那就收到代销清单时 一旦代销清单过来了 就证明这个东西已经卖出去了 那收入就可以进行确认了 如果说脱收成分的方式 之前我讲过的对吧 A现在在成都 B现在在上海 因为现在B被封在上海了 他出不来 他就找了个C 现在就由他去进行乘运就行了 那现在是不是就委托他进行相关的运输 那委托他进行相关的运输 是不是A一旦把这个东西交给了他之后 现在就脱收的这个手续对吧 委托他收获的手续一办好了之后 这个东西根本就跟A就没关系了 因此那就所有权就进行了转移 那就可以去确认相关的收入 去确认相关的所得就可以了 这个要特殊一点点 叫分期收款 分期收款的话 我们整个来说会计和税法的税快差是比较大的 那比如说会计 现在买了一批货物价值一千万 价值一千万 但这一千万对应的在此时 我们现在是一个叫分十七去收款的 那虽然说在一开始已经发了货了 对应的控制权已经发生了转移 风险和报酬已经转移了 但有这样的问题 本来确实应该是所有权已经转移了 应该去确认他的收入 但是现在对应的 你让现在对应的 他一下去交一千万对应的所得税 他现在仅仅只收到了第一期的款 可能只收到了一般 你让他交这么多 他交不起 因此在这个时候 你们会发现 我们就出于这样的一种原理 我们就按照一种 税收负担的这种原则 干脆这样吧 我也不会让你 用一千万去确认收入 那到时候你合同约定的收款的日期 你就确定了吧 那确定了 你现在不是十七吗 你现在每一期就够确认 一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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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依此类推 对吧 这就是一种我们这种大原则的基础 这样用另外一种特殊方式去解决的 是一种税收负担的原则 不然他确实交不起这么多的税款 对不对 好 采取产品分成方式取得了收入 那现在企业分得产品的时间 确认收入的时间 比如说A和B 现在一起共同开发了一个项目 那这个项目成了之后 他现在不是给的钱 他就分到了这个项目 百分之六十 B就分到了百分之四十 这个项目总的一个价值是一个亿 那对呢 A是不是就确认了一个六千万的一个收入 B就确认了一个四千万的一个收入就行了 对吧 就以分得产品的时间 确认收入的时间 收入额就按照这个产品 它的供应价值去确定就行了 对吧 我们的所得税特别看重供应价值 如果发生适同销售的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将货物财产 劳务用于捐赠偿赞助 集资广告药品 持统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 应当适同销售 因为他已经实质上的所有权转移了 对吧 那现在适同销售货物 转让财产或者提供劳务 那国务院财政部税务主管部门 另有规定的之外 这里注重有所有权转移 就要去做适同销售 那既然有了适同销售 那就有适同销售的收入 你同时也要产生适同销售的成本 最终这个收入还会影响我们计算 像什么业务招待费 像什么广宣费的一个基数 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的口径才一致 对吧 整个的口径才一致 因为既然这些限额本来就是税法的口径 那现在你既然要用税法的口径 你这个基数也用到税法的口径 口径才一致 好 增值税 适同销售于企业所的税 适同销售的区别 对吧 流转在某些情况之下 不等于所有权或控制权的转移 就是一种很特例的 对吧 就是是由两个以上机构 并实行统一合算 那种人将货物从一个机构 移送到其他机构用于销售的 对吧 那你们会发现 在此时啊 其实整个的一个所有权并没有转移 对吧 但是我们针对增值税 除了这种相关机构 设在同一县市的除外之外 那在增值税中 我们要去做适同销售 最终是为了去平衡税负的 平衡税负 对吧 先讲解过了 好 但实际上货物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 因此企业所得税 不会适同销售 这就是税税差 第四个 企业所得税确认销售额的审核 对吧 刚才是十点确定了 轻额中的确认一下 第一个 售后回购 销售的商品按照售价去认收入 那你售了 你就按照正常的售价去认收入就行了 回购的商品作为购紧商品 那就视为是两项业务 够是够 销是销 就行了 如果有证据表明不符合销售收入确认条件呢 如以销售商品方式进行融资 收到的款项应该确认为负债 回购价格大于原售价的差额在回购期间内 确认为一个利息费用 这些叫什么样的行为啊 正常来说 我们售后回购 你就正常按照你售是售 够是够去处理 对吧 相当成两个业务 但是如果说 现在如果以一笔钢材 他把这笔钢材现在给了币 他卖给了币 那现在首先做人第一件事情 他销售了 但是现在对你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比如说 我可以把这一百万给你 对吧 我可以把这个钱给你 但是一年之后 无论整个的市价是多少 你都要以一个固定的一个价格 一百二十万元去进行一个回购 相当于你在一开始有个一百万 那最终有个一百二十万 那此时以固定的价格去购卖 相当于以后他整个刚才的市价 无论是上升还是下跌 那对应的在此时 这个刚才你都必须做一个 A叫回购回去 那就意味着只是风险和报酬没有转移 那对呢就不能够视同所有权转移 那就不能够去做销售 那其实他的本质是什么 本质是说A现在想找B借钱 B说心里面虚 你把刚才给我 对吧 这是实质上是个质押的行为 其实这一百二和一百之间的这个二十 应该作为的是一个利息 那针对A来说就叫利息支出 针对B来说就叫利息收入 对吧 就这样的行为 对吧 这是一种特殊的售后回购的行为 好 接下来以旧换新 以旧换新 那就相当于又是两千业务了 对吧 就是按照这个购销 对吧 你购到一个新的 你现在卖出去一个旧的 那对应的在此时另外的一方 那就买到一个新的 那就现在就卖出去一个旧的 对吧 就是相对于双方来说 它是这样的一种行为 对吧 一个买一个卖 一个卖一个买就行了 反正是个两项行为 对吧 那如果说是卖新的那一方 那就按照销售商品 去确认我们整个那个收入 那回收的商品 就做一个购金的一个商品 去处理就行了 好 真的 商业折扣方式 商业折扣 我之前讲过了 先有折扣 后有销售 这里会为了是促成一个商业 促这个商业 就是为了最多销售 因此在这里就是个销售收入 它的目的是为了做这个 因此他就要去扣除商业折扣后的一个金额 确定销售的商品收入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衣服 对吧 还记得吗 吊牌价是1399 最终给你打了一个折 打了1300的折 卖出去 最终是99 那里的收入就整个来说 就是99就行了 对吧 是为了去促成这个收入 对吧 折扣在前 销售在后 目的是为了销售 如果说现金折扣是为了回款 那回款回款 就是销售在前 折扣在后 这个东西跟销售就没关系 你就当成两个业务来做就行了 对吧 这就相当于是两个业务 那扣除现金折扣前的一个金额 去确定销售商品收入 比如说 我现在对应的有100万的一个应收账款 之前已经把它卖到了 那最终有个享受十分之一的一个折扣 那对应的此时 我享受折扣的金额之后 就是99 最终收入仍然是按照100万去计 收入仍然是100万 因为你最终不是为了去销售 所达的这1万的折 对吧 那最终现在这1万的这个折扣 应该是当成你早点回款 早点回款不就是对呢 就是一些利息费用吗 融资费用吗 那就是在扣除现金折扣之前 那个100的金额 去确定销售商品的收入 对吧 折扣在后 销售在前 目的是为了回款融资 因此发生的折扣 在实际发生时 就作为财务费用 在税前进行扣除就可以了 发生销售折扣 或者销售退回的 已经确认销售收入 发生销售折扎 或者销售退回 应当去充减的是 当期的销售商品 就叫去充售 对吧 比如说 现在我对那这件衣服 对吧 这件买成99 结果这抱现了 老板 这件衣服我不要了 老板说这样这样 给你便宜20块钱吗 可以啊 那我说行啊 最终你这件衣服 就只是卖成了79 就冲了一个20的收入 退回也一样啊 对吧 以买一振一等方式 组合消失了 什么买一振一啊 比如说 过年的时候 你喝一个肥宅快乐水 对吧 那对呢 这就有一瓶可乐 这就一瓶雪碧 绑在一起的 这种就要买一振一 请问 这就是真的是 在送给你的一瓶吗 不是 那你就举个例 老板 你这不是买一振一吗 这样 我不要可乐 你把那个雪碧送给我吗 老板说送你一个字滚 对吧 他不是一种 真正的一种对外捐赠 他应该将 总销售金额 按照各项商品的 公元价值的比例 分摊去确认 各项商品的销售收入 对吧 总的一个收入是30 其实单买的话 一瓶可乐是20 单买一瓶雪碧是20 那最终它 我们就去分摊 分摊是不是 各自占到 50%就行了 因此可乐卖15 那雪碧卖15就行了 OK 就这样分摊就行了 发生 适同销售的 按照被移送资产的什么价值 Going价值 去确定销售收入 同时调整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 适同销售收入应该就业务招待费 广宣费的扣除限额的计算技术 这样我们整个就是整个的税法的口径就一致了 那我之前给你铺垫过的后面一定是做一个重点去进行讲解的 让你们再去听一遍 所以说我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整个这个框架 就让大家至少一个支点 至少你听两遍 听着听着你啥都懂 这个点其实我们在增值税之中也是有的 这是个新增点 大家要多注意一下 企业 按照适量价格销售或提供老务服务的 凡有政府财政部门根据企业销售或提供老务服务的数量 金额的一定比例 及全部或部分资金支付的 应当按照权责发生制 原则去确定收入 实质上是个营业收入 而非政府不足 啥意思啊 如果说我现在有一辆新能源的汽车 特斯拉 对吧 好 这下脚标还是尖的特斯拉 对吧 本来这辆车要买39万9 因为想推广它这样 政府就说这样 你卖给最终消费者的时候啊 你别卖那么贵 不然消费者觉得承担不起你这个电车 对吧 你买19万9 到时候你现在差的这辆20万啊 这20万我政府给你 那对应的在此 本来这辆车就要卖39万9 那对呢 这20其实也是对应的特斯拉的一个收入 因此这两个19.9和20都要合并在一起 对吧 它就不是一个政府补助 对吧 除上述情形之外 企业取得了各项政府财政支付 如财政补贴 补助 补偿 退税等 应该按照取得收入的时间去确认 收入就是呢 这种就是实质为就是个政府补助 那对应的这个科目啊 那只是这个20啊 你就应该记住 如果说你是个特斯拉的这个企业 你应该就要记住的是主营业务收入 如果说是像其他的这种 那不属于以上跟我们整个的收入是挂钩的 跟数量跟货物是挂钩的 像这种话 可能就要记住于其他的一个科目了 就叫其他收益 或者说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等等的 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块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实质不一样 这个分路都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道单选金 企业处置资产的下列形式中 应当视同销售 确认企业所的费 应税收入的是什么 那就记住 你在此时就要去关注 整个所有权有没有发生转移 第一个 将资产从总机构 离送分支机构 没有转移 因此不确证 将资产由自用转移 经营性租赁 仍然是我自己的 我之前有一个房地产 我现在是自用的 现在我把它转成一个投资议房地产 用来做租赁 那这个房子还是我的 因此在此时没有转让所有权 因此不应该去做 适当收入 将资产用于股息分配 这个给了别人了 给了股东了 你就对外进行了所有权的转移 那对应的此时就应该确认 它的收入 适同销售 第一 将资产用于生产另一产品 那你是连续生产 仍然还在我这个车间里面 对吧 因此对应的 我们只有C 应该去做适同销售的收入 对吧 好 C 发生适同销售的前行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以及将货物财产 劳务用于捐赠 常债 赞助 集资 广告 样品 周福利 或者利润分配 等用途的应当适同销售收入 转让财产 或者提供导物 但国务院财政税务重要部分 另有规定的除外 选项ABD的情形 资产的所有权 或者控制权 并没有发生转移 因此在企业所谓解决中 不适同销售 记住 我不是让你去背这些东西 你只要知道这个点 所有权转移的问题就行了 好 再来看一道 例题 简单题 这道题要回座 我们后面设计到 公益性捐赠 就用这道题 去带一个影子 好 A公司2021年利润总额为100万元 2021年9月 将一台抗震减灾设备 通过某市政府捐赠给希望工程 那这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一种 间接捐赠 好 税务师在进行税务审查时发现 营业外支出科部中 劣质的金额为设备成本20万元 以及对应的肖像税 设备的供应价值为28万元 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 那是3.64万元 合计23.64 计算该业务应该调整 因纳税所得的一个金额 如果说你要是不按照我的方式去填 到时候申报表你是填不出来的 好 大家知道 我们一定是这么来做的 你首先把会计的分数做出来 你再把税法的分路做出来 你不是要找税快差吗 你最终就用税法的分路 减去会计的分路 那因为这有个减法 那这个减法你最终就用分路之中 借就变成贷 贷就变成贷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最终一合出来 就是我们的税快差 好 一个一个来 首先说会计 会计的话怎么做 那我们首先说会计 会计核算 因为现在它是个捐赠 它没有去做销售 它最终就是把我整个的库存商品 整个的库存商品 就按照成本 成本是20万 冲掉就行了 最终就带了一个库存商品20万 但因为你这是增值税 增值税其实也要去做一个视同销售 因为最终此时是不是增值税 也是对外流转了 对吧 毕竟你捐出去了 因此在此时 它就要去做一个销项数项 销项数项对应的 就应该按照它整个的一个售价 售价而不是成本 售价是多少 售价是28 因此就是按照28去乘以13% 算出来是等于3.64 因此最终啊 我们作为我们整个那个捐赠企业 它的一意外支出 那就是这两个数相加 有借币有贷 借贷比相当 就是20加上3064 就是203064 会计核算就做出来了 那现在税法怎么处理啊 税法要去做视同销售 因为在此时所有权转移了 那你正常去做税法的分路就行了 那就要去确认收入 那确认收入 首先第一个 但主营业务收入 现在它卖28 同时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销项税额3.64 此时就确定的是一个营业外支出 就是31.64 31.64 确认收入 同时节转成本 对吧 现在对应的就 但库存商品20 那就借主营业务成本20就行了 对吧 那整个税法的处理就来了 那我们现在进行纳税调整 因为有这些具体的步骤 你才知道 怎么去填写纳税生目标 一步一步的来 那现在我们来找差异 按照步骤去做 千万不要混 千万不要混 因为我们最终啊 是做着企业所的税 那要算多少的一个税额 它我们要重点去关注 随内就行了 好 一个一个来 看着我怎么去做的 看着我的步骤 看着我的步骤 来 第一个 我们现在要去找税快差 那对呢 这是会计的 那这是我们的税法的 好 先找第一个 来对比 营业外支出和营业外支出 先看科目 是一样的 对吧 接下来对应的 哎 下面是不是我就主营业务收入 和主营业务成本 对吧 所以说 第一个不同 就是个找变一个的过程 第一个不同 那就是我们要先去做一个叫 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 对吧 首先关注第一个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 那第二个来 你找出来了收入和成本的时候 你再关注 营业外支出 好像不一样 虽然一开始科目是一样 但金额不一样 这个是23.64 这个是31.64 那对呢 我们的第二步 就要去调整我们的营业外支出 对吧 然后第三步的话 因为我现在一个非常关键的 要去算我们整个这个捐赠的一个限额 对吧 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税限第一扣的限额是多少 那超出限额是不能够在当期扣除的 只能节省三年对吧 进行扣除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看 看着我怎么去做 借便贷 贷便利怎么做 那记住我们永远是税法 减去会计 那变的是会计的 去相反数 那对呢 看着 借方变贷方 不就去个相反数吗 负号不就是个相反数吗 那贷方就便借方就行了 好 一个一个了 来 看着 我们首先可以去合并 你们会发现 这里一个库存商品是借方的20 这里一个贷方库存商品是一个20 没了 勾到了 在这里有个应交税费 应交政治税 消消税税额3.64 这里一个贷方的一个 应交税费 应交政治税的消消税额是3.64 对吧 那对应的此时 还有个啥 还有个就是我们的 营业外支出 这里一个贷方式营业外支出 是23.64 那对应的此时 这个借方是31.64 是不是最终就是31.64 去减去一个23.64 对 那对应的就是8 因此最终我们合出来了之后 那你们会发现 其实就是个借营业外支出8 借主营业务成本20 带主营业务收入28 来 最终我的调整分路就是借 营业外支出是8 那现在就有个借 主营业务成本是20 那就有个贷 主营业务收入是28 你看自自然而然就去平了 借贷方就平了 这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分路 有了这个调整的分路 你就没有上什么 一块调整一块调解的过程 你老在里面就没有那么断 那对呢 来看该怎么去调整 该怎么去调整 你一把就出来 首先看 第一步 我首先把收入和成本调了 因为收入和成本是一对好CP 对吧 确认收入就会去节转成本 所以说第一个 看 我是带方有一个主营业务收入 因此在这里叫调增收入 同时我要增加一个成本20 因此我的第一步就出来了 收入要调整28 成本要调整个20 因此总的来说 我总的一个利润 我是不是整体来说叫往上走吧 往上走吧 因此第一个 我叫纳税调增8 因此你这个地方是要多交对那8的 对应的一个税额 对吧 所以说就叫纳税调增8 纳税调增8 多交税吧 就叫纳税调增 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那对应的是啥 第二步我们就要调什么 第二步我就要去调我们的营业外支出了 那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支出 那对应的叫调整8 那调整8是因为税法认可的是31.64 会计核算是23.64 怎么来的 31.64 几乎23.64 那现在营业外支出要上升 那是不是对应的 我们整个的一个扣除就增加 扣除增加 整个的利润损益是减少的 那减少最终就纳税调减吧 有同学叫来了 营老师 那对呢 在此 那我能不能第一步和第二步 我就不调了 一个纳税调增 一个纳税调减 我能不能就不调了 不行 因为你调的总的结果是0 但你填的表格就不一样 那对的 我在这里就要去填 市同销售收入 就要去填28 市同销售成本 那一行就要去填20 还有对呢 营业外支出 也要去做调整 好 在这里 第一步和第二步就做完了 但是在这里 我们还算第三步 因为你现在对应的是一个捐赠 捐赠的话 我们要去算 你现在有哪些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因为你现在整个来说 你现在税法之中 对应到前面做的是31.64 这30.64 你还去结合着一个限额的一个概念 对吧 整个利润 会计利润总额是吧 会计利润总额是100万 快计利润总额是100万 那对应的此时是不是就是100万去乘以12% 那对应的就是12万元 那此时你超出限额了 你超出限额 超出限额 那超出场就超出31.64 减12 19.64 那此时就在当年去应做纳税调增 因为你现在就会让你少扣除 少扣除那对应的就叫纳税调增 因为要多交税 对吧 少扣除就会多交税 那截转以后三个年度去扣除 同时因为你的调整 就要去填写 捐赠支出及纳税调整明信表 A105070表 那就在公益性捐赠 税人扣除支点中 我们还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那对应的此时 是不是我们一步一步的就出来了 好简单啊 来 筷子的分路写出来 税法的分路写出来 两个一减 减出来得到调整分路 是吧 调整分路 那对呢 调收入 调成本 调盈意外支出 因为在这道题里面有个很特殊的 因为是公益性捐赠 除了调了这两步之外 那对呢 还有个对应那个限额 如果说没有限额的项目 第三步就没了 那如果说对应的 是不是有限额的才去算第三步 对吧 像这个是有限额的 就要去做第三步 对吧 那没限额的就不做就行了 对吧 所以说就这样做出来了 好 最终 适同销售收入之28万 还要属于销售营业收入 要去增加计算业务招待费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税前扣除限额的基数 对吧 如果说你不按照这么一步一步的去调 那你最终 你都不知道要去调多少的基数 全部都错完 对吧 这就是我自己独创的一些方法 对吧 不然的话 我知道你们去学习数量的时候 一会调真一会调解 调半天 特别是这十一十二十三项 这一条脑袋缺昏了 像这种就最终 你无论怎么调 我就去做他的调整分路 对的 这就是调真 对吧 这对应的就会调解 那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 到底调真 到底调解 自己都给他看得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 OK 搞定 当然像这些的话 你是在自己的曹高纸上面去做的 好 这是非正规的一种做法 对吧 但我在实务之中 我就这么去做的 对吧 这就是我的底稿的内容 对吧 考试的时候 不要写在你对应的试卷上就行了 对吧 现在这草稿上就行了 最终的答案 这种答案是在这 答案是在这 第一步第二步 好吧 这是正规的答案 OK 交给大家去独创的方法 好吧